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呢 我们选择是最重要的 既然你选择对了 选择了王某这楼加83是太阳选 你走对了第一步 方向已经走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怎样去练好它的问题 第一步是选择 第二步就是方法 第三步就是你的态度 第二步我们怎样去练好就是方法问题 首先呢 太极拳它的原理跟我们平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它是由后天改造的一种传统武术 它是由阴阳哲学来指导的 把我们的武术用太极这个武器呢 去改装它 去装备它 让它符合太极阴阳的这种哲学思想 所以练习太极拳 首先你要懂理 我们把理给弄明白 就是要严格按照太极拳的 这个阴阳理论的这个指导去练 一定不要离开了阴阳的这个 指导学思想 这是大自然的大道若一的一个思想 方法呢 首先要理解它的原理 然后呢 在另一个过程当中呢 要不断的去思考到底是否符合了这个原理 另外呢 我们历家的高人 也为我们呢 指出了一些修炼的规则 有五大要领 这五大要领呢 是统筹的要领 还有一些小的细字末节的呢 我们慢慢的也要去了解 这五大要领 首先就是 太极拳论里的须顶顶筋 七成三天 然后呢 在太极拳论里面没有指出来的呢 还有松节陈主 还凶把背 不是还凶他要 另外呢 我们就要讲究一个虚实的分明 虚实分明呢 既要在脚下体验出来 要在我们的手上脚下体验出来 还要在我们的周身呢 都要体验出来 也就是说 有意阴必有意阳 有意阳必然呢 有意阴来对它进行配合 如果你慢慢的理会了太极阴阳相继的一个道理 你把双重之兵也就解决了 什么是双重 很多人练拳练一辈子也没有理解 我们呢 慢慢的练拳 慢慢的呢 把这个双重给它去掉 那么你就达到了练拳的修炼目的 那这就是我们练习的方法问题 第三个就是你的态度 你想练好太极拳 要通过怎样的努力去练太极拳 就是说 我要有自己的打算 每天要花多长时间 然后呢 要通过怎样的练紧变 怎样的刻骨来达到这个修炼的目的 那么老师呢 引导你 每天呢 教你 你通过看老师的这个教程来刻骨地学 最终呢 你就会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 练好的无式太极拳 王茂宅老家八十三世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 你已经选择对了 第二个 方法问题 刚才呢 老师也跟你说了 第三个态度就在你自己 你想不想量它 你有多么想量它 那么老师呢 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你 怎样去练好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老师的咨询 老师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 然后呢 就是你要练好太极拳 下定自己的决心 把它练好 不单单要把一套太极拳把它打好 而是要把这个功夫列到身上去 这套太极拳呢 老师既教给你 练功夫又教给你养生健身 你在练功夫的过程当过 你就能得到一切 朝着一个大的目标去走 走到那个半路 你起码收获的是健康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个方面 大家呢 回去思考一下 接着呢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节课的 正式的授课 王某斋老家八十三世的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交给大家 希望大家把这套拳掌握 打握到自己的手里 然后呢 再通过不断的磨练 把功夫练出来 这是老师呢 最想看到的 大家把功夫练出来 顺带把你的身体调节好 达到一个双向的 双赢的目的 好了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就开始正式一朝一世的教 大家无视王某斋老家八十三世的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